假如全班都是首付 上课了啊 什么 老师 你怎么了 你怎么哭了 本来说我们家拆签呢 刚才我妈打电话说 不拆了 不拆就不拆呗 再说了 不拆是好事啊 你哭什么呀 就是 拆了就没家住了 你们懂什么呀 如果不拆签的话 我一百亿的赔偿款 就得不到了 啊 本来说拆了 杨阳 老师你住在哪里 我家在西城区 五十八号 西城区 老师你报应好了 这个事我帮你解决 你能怎么解决呀 喂 爸 西城区为什么不开发了呀 啊 位置不太好 不想开了 爸 那怎么能行 我们老师的家就在那里 他等着拿赔偿款呢 拆 马上拆 现在拆 好 那行 喂 妈 又拆了 赔偿款两百亿呢 好好好 好好好 我这不是在做梦吗 哎 等一下 你又要拆又拆了呢 那是因为我刚刚给我爸打电话了 你爸是谁呀 我爸是房产店的巨头 也是咱们全市的首富王德水 啊 原来你家这么有钱啊 我刚才明明让老板多给我放冰块了 怎么都变成水了呀 哎呀 这怎么喝呀 天都这么热 怎么了老师 天气太热了 冰块都化成水了 哎呀 试好吧 我打个电话啊 喂管家 哎 你帮我联系一下那个摄日的后裔 让他把这个太阳摄下来 哎 等一下 怎么了 你要是把太阳摄下来的话 这个地球不变成黑的了吗 说的有道理 喂管家 别找后裔了 那什么 找个工程队 给地球装个空调 装个大一点的 越大越好 行 知道了 好了 好了老师 土豆 这给地球装空调得多少钱啊 钱 我们家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钱 拿去花 有钱少啊 没见外啊 这却这么多啊 我的天啊 我们把土豆也是个首富啊 上课了啊 好 小夕怎么到现在都没来上课 不知道啊 哎老师 他好像去旅游了 哦他昨天好像说了 旅游 这旅游 难道连学都不上了吗 我给他打电话 喂 小夕 喂老师啊 你怎么了呀 这都上课了 你在哪呢 哦 我在飞塔上的 我打算去月球里行的 飞船 月球 对啊老师啊 我大概一个月之后回来啊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碰到你的老书人 嘿 齐大会 我给你几句都知道我了 哎哎 小夕 真有钱 旅游竟然去上卫太高 哎呀 他去旅游怎么不喊着我呢 那是我们两个一起去 也不想乱 好我们去木星 嗯去 行了 既然这样呢 咱们先上课 打开课板五十八页 再加上课板五十八零